一名乌业男子因为在去年6月冒充霹雳州王储 今天在欺骗条文下被控上击打亚罗试打推示庭 被告聆听控状后俯首认罪 根据控状这名39岁的乌业男子穆罕默法迪尔 在今年6月28号捏造一张黄色身份证 伪装成霹雳王储要求安排进舰击打苏丹 不过击打王室办事处查询之后发现 霹雳州王氏查无此人 被告应该抵触刑事法典419 冒充他人诈骗条文 随着被告认罪 推示宣判被告罪成 并判处他罚款4000利级 如果无法缴清罚款 则必须坐牢10个月取代 请不吝点赐